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度 还有颜色 都是很重要的啦 有的人 外大门 高度做的特别高 七八尺 有的做九尺 十尺 这怕人家看到里面 好 回想在16-17年 一个绑票失票案 他的家墙座很高 门座很高 上面都铁丝网围着 造成一些糊涂蛋 开始绑票他那里 他出门在绑他 在家里进不去 到外面来还是 这些糊涂蛋把他绑票失票了 造成轰动受费 那我就开车子上北部 去家里外面看一下 哇 围墙那么高 有十尺的围墙 都 外面都围住了 大门也那么高 上面都用铁丝卷去卷的 那就受困 困住了 所以他的女儿 出来了宝贝女儿就被绑票了 全身向铁丝网困住 然后丢到水沟里面死了 当然这一位糊涂蛋也枪毙了 那时候我们让人家造成起贪念 我们也有罪过耶 你床的墙那么高 上面用铁丝网向部队 这个也都是有罪过耶 你让人家犯罪耶 你还在怪人家怎么样 所以凡事都有相对论 所以老祖告诉我们 不要说我家处地五银三百两 你慌慌症症的 清清爽爽的 你会结好缘 不会结二缘 所以我们出去看了很多人住家 我知道他家有钱 但是你封闭了 那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的大门外大门 高度五尺六 或者七尺危急 太高了去不入 去进不去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 风水学的外观 有的人把大门 漆得深蓝色 漆得很艳红 这都不是迹象 我们自己要注意 有的七黑色的 什么时代流行黑色的 我们也不要这样 最主要要淺色 清色 清爽的色 你看 他看了 大家看了都会很 相互的赞叹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祝福各位